临街欢春与朝鲜罗金港的大桥英国金融时报6月22日文章 原起,中国边境小城探望与朝鲜的贸易解冻这里是中国境内,对面是图门将一处风景如画的河区 与朝鲜隔江相望,1.5平方公里范围内有崭新的仓库,集装箱和装货码头 他们属于混春朴像现代国际物流公司,这个有韩国企业集团参与的合资项目 堪称对中国与朝鲜关系深温的大赌注 该公司的韩邦总经理说,目前这里多半闲置着 他们闷不乐的讲起去年一联合国制裁而终止的中朝边貌至今停顿 他说制裁令公司丧失处理5000吨朝鲜海产品出口的生意 但过去两个月来美韩中三国领导人对朝鲜外交开放后 中国边境地区一片乐观 他说,最近的峰会后,我们期盼中朝关系会改善 一般认为,中国前所未有的对朝禁约是迫使朝鲜谋求与西班会谈的因素之一 朝鲜约90%贸易通过中国联合国对朝台取更严厉制裁后 屠门江畔的混春的边境小城也感到痛 一家韩产品店地老板梁金波一说 基本上与朝鲜的所有商贸都停了 制裁迫使一些商家改从俄罗斯进口 价格是朝鲜的两倍左右 梁说,不仅是韩产品 整个混春的经济都受到影响 这引发外地劳工大量离开 房价下跌和餐厅收入瑞减 中朝韩美领导人之间的会面 让小城的人们认为变化要来了 房地产中,借政家亮眼说 很多外地人感兴趣 上月混春房价上升10% 另一中朝边境城市丹东的一家旅行社人士证实 三个月以来前往朝鲜的游客出现增加 不过,乐观虽有 开放边境却迟迟没动静 中国在推动缓和对朝鲜制裁 但表示会继续执行联合国决议 在混春,前些年人们出境到朝鲜的主要目的 是去那边的超市购买海鲜带回国 如今这样做是非法的 不过,从当地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来看 当地政府对关系正常化 和边境开放表示乐观 目前混春有高速浅路通往省会 当地人希望日后时机成熟时 这条铁路能通往朝鲜 陈俊安